大家好 今天是美国时间10月4日的星期二 正当国人们正在沉浸在国庆场下的欢庆日子里 殊不知美国人呢 也不甘寂寞 他们在周一周二的两天时间里 竟然让美国的股市强烈连续两天反弹 从昨天上涨2.2%到今天又上升了3.4% 两天竟然差不多上升了6% 这种连续反弹的强劲力量 说实际上沉重已久的美国股市 似乎看到了一线大局反空的迹象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趁着中国人休息 而美国人偷涨的一种真实写照吗 也就在美国股市大举回升的同时 今天美国的股市又爆发出了更大的新闻 竟然是推特的股价两四涨停板 最终上涨了22.24% 股价一举达到了美股52美元 这个价格已经几乎接近了 马斯克此前要约收购的价格 即54.2美元 推特的股价突然暴涨 这是一个什么梗 难道是马斯克对于推特又有什么新的举措了吗 的确就在10月4日的中午12年左右 美国的主要媒体爆出了一个猛料 即马斯克已经通过他的律师 给推特的律师发了一封信 这封信大致是这样写的 我们写信通知你 马斯克双方打算按照其中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并在收到由此设想的债务融资收益之前 着手完成2022年4月25日合并协议所设定的交易 这封信的前提非常清楚了 就是同意达成之前所签协议的交易 当然了 后面还有一些附加条款 一是特拉华州的法院应该立即停止推特对马斯克的诉讼 并且暂停审判与此相关的所有其他的程序 二是马斯克在各方不承认责任的情况下提供本通知 并且不放弃或者损害其他任何权利 包括其主张在诉讼中带决定的抗辩和反诉的权利 包括在行动未被终止 推特未遵守或者拒绝遵守其规定的情况下 所需要承担的义务 总之不管怎么说吧 大致的内容就是 马斯克基本同意按原来的价格收购推特了 对此人们不计要问 一马斯克为什么不与推特打官司了 第二是马斯克认怂了吗 第三马斯克与推特来回搞了几个轮回 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收购 岂不是吃了大亏 四马斯克是否还会继续调查推特的机器人和虚假账户 五马斯克收购了推特 究竟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对于上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 我之前在前几期的视频中也有过一些介绍 不过今天马斯克所突然爆出的消息 既在我预料的情理之中 也在我预想的情节之外 因为我之前说过 马斯克一定会收购推特的 所谓的官司只不过是他在拿捏一些事情而已 最终一定要拿下推特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标 而在我预想的情节之外呢 就是我原本一直认为啊 马斯克一定会逼迫推特降价 拿到一个更好的价格 这才是商人的本性 现在马斯克直接放弃了一些中间环节 干脆利落 在马斯克就是不差钱 难道这就是钢铁侠 所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气魄和格局吗 我想如果只是从这个方面去看马斯克的话 恐怕还无法全面的描述马斯克此时的心理状态 我想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分析一下 马斯克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一是这个官司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不仅会浪费很多的诉讼费用和时间 而且呢还会败坏马斯克的名声 二是关于收购推特这件事啊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特斯拉公司的股东和股价 既然马斯克想收购了 就要尽快的让这只靴子啊赶紧落地 好让推特的股东啊安心 让推特的股价稳定 三是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就在昨天一天特斯拉的股价呀 就下跌了8% 损失呢就将近了800亿美元 这就意味着特斯拉一天就损失了差不多两个推特 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马斯克还有必要与推特讨价还价吗 另外就是据最新的高盛分析师的预测 特斯拉的股价在年前呢 很有可能回升到400美元以上 由此可见呢 马斯克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太纠结了 绝不能因为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这呢也许又印证了我的那句话 阻碍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并非是推特价格本身 而是马斯克对推特这个产品的看法 那么马斯克究竟是如何看待推特的呢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两个美国公司收购另外公司的案例吧 比如谷歌公司当年呢 以16.5亿美元收购了YouTube 十年过去了 YouTube的系统现在每天要处理 上千万个视频片段 为用户提高了高水平的视频服务 现在推特的市值啊 大约估算在800亿美元以上 从16亿美元到80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数量级啊 再看看2012年 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了Instagram 现在这个产品的市值约1000亿美元 十年的时间增长了100倍 这才是收购的力量 这才是高智商人的眼光 其实啊 马斯克对于推特早已是一见钟情 实在必得 担忧呢 邮报匹拔半折面 残起欲情孤重的手法 让人们尽量看到推特内部的瑕疵 而这些所谓的瑕疵啊 并不构成马斯克心中的障碍 正所谓情人眼里出席事 也就是说 马斯克明知推特里面有机器人 有虚假账户 但是呢 他把这个推特看作成为 断臂的维纳斯 这也就意味着 马斯克购买推特 由于欣赏断臂维纳斯之美 让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 马斯克一直在反对 推特里面的机器人 其实呢 他自己也在大搞人形机器人 按照马斯克的理论呢 这就是以欺人之道 还之欺人之身 就是要防止 劣币去除两币 正所谓 罪翁之意不在酒 因为大家看到的 是一个支 440亿美元的推特 但是这个推特 在马斯克的眼中啊 他可能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 要成为一个超过市值1000亿美元以上的新推特 因为推特在别人的眼中啊 只是一个社交媒体 而在马斯克的手中呢 就会成为一个灵魂发动机 比如现在 马斯克拥有了SpaceX 有了特斯拉汽车的FSD的自动驾驶系统 有了新链的网络链接系统 那么他下一步呢 还正在计划 特斯拉的Pi太空手机 现在呢 其实就差一个具有内容的推特 也就是万事俱备 只欠推特了 不知道大家从我的分析中 悟出了什么 其实啊 这就是一种认知差异 记得哲学家沙特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心愿自由 能够做出各种选择和判断 但却永远无法摆脱 存在的纠缠和时间的绵延 人真正的不自由 就是永远都无法摆脱自由 因为马斯克向往的是自由 所以他不会在细节上纠结 而是要着力于对未来推特的改造 以及将推特融入到 马斯克的整个系统中 最后呢 还要将推特再次重新上市 此时的推特市值啊 恐怕就已经在两千亿美元之上了 那时候的推特 已非现在的推特 而是一个让你刮目相看 让你买不起 追不上的新推特了 好吧 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关注 点赞和转发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